新北市發生一起車禍 張姓騎士煞車停在炒化線 讓行人先通過 後方雙載騎士突然撞上來 三人摔車倒一團 第一行人一度認住 待站在斑馬線上 兩部機車駕駛間輕微受傷 無生命危險 雙方駕駛軍酒測 無酒駕行事 出貨就在新北市泰山區有多年歷史的廟宇 下泰山延前 五十五歲零星騎士二十九日上午九十多 騎車沒保持安全距離 從後方罪狀造成事故 最高愛罰一千兩百元 但前車騎士緊急煞車 又算不算危險駕駛 線上沒有紅綠燈車輛來來往往通過還得抓時機 畢竟為禮讓行人急煞 警方說前車駕駛沒違法 除了駕駛停讓愛撞外 行人地獄的景象仍然時常發生 在臺北市內湖區有行人過馬路 接連有駕駛搶快釀擦狀 從警政署統計全台五至六月間就有將近四萬件入口不停讓行人 原視新聞綜合報導